公館這個正在裝修的店面 根據實價揭露月租金五十萬元 創了公館商圈近五年新高紀錄 日系內衣品牌難抵掌豬壓力捲鋪蓋 新的業者韓國彩妝品牌 馬上搶著進來 平均一瓶租金將近兩萬元 創下公館歷史第二高價 但是還是有人願意買單 公館來講的話 它最精華的第一段當然就是 螺絲幅路上面 然後這個捷運站出口這個地段 八千到九千這樣子一瓶的單價 那如果說是比較小坪數的話 那當然有可能會有破完 這樣子的行情 人來人往這公館商圈不敗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給它兩杯 對 盡量多一點 四個天壽然後兩個玉米湯 各種知名小吃與飲料店 就坐落在商圈裡頭 不管在地來行 還是遠道而來的觀光客 不約而同都到這裡來聞香 我感覺有很多好吃的 因為我剛剛來 然後準備就是一路吃過去了 滿有我對台灣的一個理解的 一種小吃街的感覺 除了美食拉攏 鄰近捷運交通方便 還有台大學區做醋冰 也被視為公館商圈的不敗法則 你動不動就離開 甚至有影城業者進駐 為商圈人氣拉抬 更是大大加分 當地一些住戶 對於這些商圈 這些店家的所帶來的一些 比如像說噪音等等的困擾 這個反彈性會比較大 新的一些商圈的店面 那當然都會移轉到 鄰近比較知名的商圈 那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促使了這個公館商圈的興起 昔日的紅牌商圈換人當 民眾求新求變 商圈要夠多元 夠有特色 才能穩固人潮 西前潮 三日新聞 楊玉欣 劉亞文 台北報導